柯文哲一直以来他都在撒谎 比如好像说有人给他 一亿到两亿的美元 要他当副手 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可以抬谈 因为这非常有趣 里面牵涉的很多人物 可以看到原来西方的民主制度 可以乱讲话 讲话不用负责任 当这种情况不停的再发生 那你整个文化 无论你读到硕士博士 你都没有办法让整个社会 去适应整个民主制度 因为你走的是民粹 当你有100个人 100个人里面有100种想法 当你有100万人 你100万人也会有100万种想法 那这种的情况真的可以让市政过得更好吗 我觉得未必 所以我想请相苏 有什么看法呢 对这件事 很难 为什么呢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选举过程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国民党 举个例子 国民党你选举 你要有你的市政纲领 对吧 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 你的市政的具体的落实 你有什么内容 现在有点像什么呢 脚踩西瓜皮 说到哪里算哪里 就是说今天我抛出两个议题 两个议题看看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我在加码 如果有反应 马上进行解释 马上就掉头 我就感觉到去分析 他们没办法分析 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析 也就大卫老师讲 他基础就是民粹 民粹本身是不稳定的 那不稳定的话 民粹的需求 有多种颜色的民粹 汇集在一起 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过程 所以说分析 他们慢难分析的 我还是维持 那个时候蓝白和我谈过一点 赵少康做副手 赵少康少说话 多做参谋 多做后台的工作 因为赵少康先生 他的概念 他的思路 根本就是一种 有的时候讲出话 是不负责任的 对一个政党也是不负责任的 完全是为了拉高自己 认为自己有很高的学识 那你有很高的学识 你就要懂得尊重 就像我今天看到节目里讲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就买了房子了 那你不是拉仇恨吗 对你很有钱 那么现在年轻人一大波买不起房子的人会不会恨你 你解释一百遍都没有用的 你作为一个领导人 一个施政 你有再多的后边的东西 请你自己尝尝好 你要讲房子 如何为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可行的未来的一个解决办法 和一个未来的努力方向 这才是政治人物 应该讲的话 对不对 连租房啊 你可以搞连租房 可以搞政府买服务等等等等 这个施政的内容非常多 但是我看不到他们有这种施政的内容 绿的嘛 就更加不要讲了 大家都吵架 那么最可恨的是什么 老百姓到了这一天 朗朗上口的都在谈民调 他们都是专家 都是会感觉到自己都可以指点江山 这是最可怕 完全不看清晰 就像我在前天 前天晚上我在某平台上面跟别人聊天一样 我说台湾地区有一点比这个大陆做的好 台湾地区的主技术呢 会讲他们的CPI 老百姓讲价格涨得一塌糊涂 你们观察一下 台湾地区的政论节目 那些讲经济 讲政治 讲选举的专家 有谈过台湾地区的这个CPI是多少 PMI是多少 台湾地区究竟是在成长 还是在衰退 还是在维持 当然我在那个平台 马上就有台湾的朋友跳出来 有啊 我们的主技长有公布过数据啊 对 公布数据 你本身是个透明的社会 怎么可能没有数据呢 有数据 但是所有的人都闭嘴 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让所有的人看到 只要选举好了 台湾的经济就在成长 只要选举好了 台湾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相信 全球经济 这么乱 有可能大量的衰退 台湾地区会独善其身吗 分析文章非常少 他们往往会分析哪里 分析美国 分析大陆 大陆 六月份的时候 之前连续三个月的CPI 不是讲同比啊 环比下降0.1 0.1 那就是通缩了 那么台湾地区呢 他们有没有研究过自己啊 这一点我们内地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专家会分析 专家会主动的分析 中国经济很糟糕 对吧 当然我们讲我们有巨大的任性 巨大的空间 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 说中国经济很糟糕 中国科技是不行的 技术理论研究也是不行的 常常反调 这个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 看到自身的毛病 可以更加努力地克服自己的不足 继续向前走嘛 所以说 在这种公开的言论方面 我认为大陆做的比台湾更民主 真的 我前天晚上讲的时候 所有的几个台湾朋友 几个一口同意讲 对啊 是没有人讲 我说这个叫什么 这叫政治正确 政治共识 绝对的 是没有民主可谈的 第四监督体系 有没有在监督这个问题 很少谈很少谈了 台湾地区其他报纸去看一看 最多讲台币又贬了 点了 背后是什么内容呢 点到为止不分析 那些专家都是爱这个土地 爱台湾 爱这个土地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们是有政治正确的 共识的 不管绿的 白的 蓝的 这些专家 都是一整套的共识 比如说那个号称 在台湾地区复旦大学的 这个专家 大卫老师也经常看他节目 他有没有分析过台湾地区的问题啊 没有分析的 骂民进党是骂得很厉害 他有没有分析过吗 他是专家 金融专家 台湾的外汇 存底是多少 台湾买美债是什么样一个结构 他敢讲吗 那我现在可以讲出来了 台湾地区的美债的结构 他敢讲吗 他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会查水表在台湾地区 他可以讲大陆的 所以 他可以讲 你不应该怎么样 你不应该怎么样 对大陆的金融 尽情指指点点 但是你可以讲 这言论自由嘛 甚至于他在台湾地区做的节目 也到大陆这边的某个平台 也在放 有人说他不对吗 有人骂他吗 没有啊 在大陆地区这都是言论自由 大家记住 台湾地区绝对你不敢讲 你讲你试试看 所以说我还有的时候去看一看台湾主记处的网站 看看他们的一些收支情况 情况不好的 但是没有人去分析 我也不愿意分析 因为对我来讲 台湾未来走向统一是必然的 一国两制也好 一国一制也好 这个我不知道 但至少来讲台湾地区有统一的台湾方案 而且主动权战术和战略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捏在手里了 至于你这边翻不起浪的 你要翻得起浪的话 那么大家就依法行事了 这个所谓的依法行事 依法行事一旦有的话 你们搞你们的娱乐 搞得像样的 大家稳定点 搞得不像一样的 依法行事 该咋地就咋地 对不对 翻分裂法 触及了法律 统一 统一有和平统一 有威慑统一 环岛威慑 还有一个什么 真正的武统 从这三点原来讲就两个方向 实际上有三个方向 甚至有四个方向 最终目的是什么 统一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接下去慢慢看吧 统一 最好的什么 就是由民间逐步逐步慢慢在统一 这个非常重要 比如好像说 金门跟厦门的大桥 现在要干嘛 那金门的人民到厦门那边就可以做得很好 统一身份证也开始进行了 那这些情况就是从民间一步步的统一 从民间真正开始的 大家互联互通 甚至连厦门的机场 金门人也可以用啊 金门人也可以用啊 这就是一个实质上面的统一 在这个一步一步的统一 我觉得我们国家做得很好 现在整个福建省 整个地区都已经在做 那对于整个台湾的选举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也不能说是笑话 只能说一个反省 因为他这样支持可以公寓嘛 我们要去了解到 比如我们看到柯文哲 他在面对很多问题上面 他的取态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那假设退一万步 柯文哲 假设真的有机会去当选 或者他不会被人取消资格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当选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如果柯文哲在 那种互相的斗争 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些 政治上面的略更新 完完全全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就我们说的打嘴炮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 那除了这些打嘴炮以外 他们怎么样去操作一些民粹呢 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比如这一次柯文哲 明显都就处于一个弱势 他处于一个弱势的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 他就选错了他的副手 吴欣盈是一个台团嘛 前几集有跟大家谈过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美籍的问题 第三点 就是他的两亿美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现在是随便乱讲话 而且把很多人牵扯进来 那大家觉得 他好像已经被边缘化了 可是以台湾的那种民粹的情况 如果让柯文哲有机会去翻一翻身 那整个情况就蛮不一样了 那也看到为什么我是觉得 柯文哲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翻身的 他是有机会的 因为如果他的副手 吴欣盈不是美籍 这件事情 基本上对他来讲是有翻身的机会 虽然现在民众党的一些最主要的骨干 有点离心的感觉 那我把它当成一个三国演义来看 当成一本小说来看 在这种的一个大环境底下 其实这三家都不是真正的赢家 可看他们操作的过程还有细节 你会觉得在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们可以看到的 柯文哲最擅长打的战是什么一种战争呢 就是一个网络战 因为他没有根据地嘛 在战争来讲你没有根据地 可是你有舆论的那个支持 他有没有可能赢呢 可是靠着民粹 他们可以带动一些年轻人去投票 让所有的年轻人支持他 他的得票率就有可能有机会 会有一些突破 当这些突破一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整个社会就会开始越来越乱 因为如果你是从这一点去打根基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 这是他的优胜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